今天這集好精采了 好嗎 小飛這件事情呢 玉琳兄 他弄了一個婚禮 小飛的一個大毛病 他會在工作的場合發飆 其實很多製作人員都會 但以前我的老闆也很會 那我就是因為看我老闆那副掉掉 你說你老闆禮碟有些人嗎 對... 我們都會在工作的場合發飆 我們也是就接了一個婚禮 但是我們就擔任婚雇這樣子 你們還接婚禮啊 我現在也在接啊 連葬禮都接了 葬禮也接 對啊 葬禮也接 所以在婚宴中也要整人嗎 沒有 婚禮之前要彩排 因為這是我們專業婚雇公司 必須要做 那你在錄影現場發飆沒關係 可是婚禮現場發飆就有點怪 對啊 彩排的時候他就已經不爽 因為那個新郎真的很笨 那是顧客耶 可是那個新郎永遠走不到定位 然後走路呢 你知道那種素人在走路 我們希望整個新郎走路 稍微有氣勢一點嘛 那新郎走路就畏畏縮縮 從手從腳這樣子 好 人家會要離開 然後曉飛在凱排 今天就有影子在罵他了 罵新郎 憑什麼啊 那天他可能是主人啊 因為他有點把他當演員 當藝人這樣在罵 曉飛 你用的語氣是說 你可不可以試試看這樣走 你是這種語氣嗎 沒有 就是他開始走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會不會走啊 從哪一遍 快走 對 他不會回頭罵你嗎 沒有 因為他自己 也想要自己的婚禮好 他會 他過來跟我握手說 小飛 謝謝你真的很認真 對 你真想你好想 我跟你講 在台北階段他一直都是這樣子 他可能有點分鐵不成鋼 因為那個男生被調教到 真的慢慢不錯了 好啦 正式婚禮開始了 前面都很正常 然後司儀宣布說 那個新郎新娘進場的時候 那新郎又開始緊張起來了 那走路會 走路會 走路又開始 會不會說又起來了 那小飛坐在台下他忍不住了 一直在那邊罵髒話嘛 說交就交不會 真的是喔 他整個嗆出來 真的婚禮嗎 已經是正式的了 正式在進行了 你講的是真的嗎 是真的 這不可能吧 他就直接罵說你是屁 這不可能 你們怎麼可能會接得到Case啊 這就是這麼急的方式 不可能就發生這種事 後來義憤是不是 我的行為是引發玉琳哥的心聲 對 其實在因為 他最想罵 對 他其實是最想罵的人 因為我是怕他罵出來 就嫌罵 聽說他會飛 他在憤怒的時候會飛踢 對… 那個 來 請問那一次歐弟 是 歐弟 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在停車這件事情 好 如果歐弟到了錄影現場 然後搖下車窗 就問工作人員說 哪裡可以停車 然後你要回答我說 你自己找就好 好 所以歐弟當時沒有問你 他就問他是不是 對… 所以他就搖下車窗就問說 哪裡可以停車 然後你聽到了 然後當時你大概隔了多久 就有反應 他自己找講完之後 他就回頭… 往那邊看 不爽…看看 沒有 不爽就掉頭要走了 你是一招嗎 對 你想… 你好有張力 你很有張法 他有帶… 他有帶髒話 沒有 你覺得他會講一句說 你… 你是在講一下 對… 他對主持人的那個態度不好 所以你有在鑽研踢哪裡 比較不容易受傷是不是 因為踢腰椎飛得比較遠 對 真的假的 他也唱過徐奈琳 對… 真的還講的 太經典了 乃哥是血性漢子 你怎麼敢唱乃哥 對 後來我們去年 把他兩年前就做了一個節目 那是一個意志問答的 意志問答 理所當然一定會把題目 寫在手卡上 對啊 乃哥雖然已經年屆50 可是他經常到外面 是一種健康 那種快樂和喜的感覺 所以大家不曉得 他身體上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什麼缺陷呢 就是自從手卡事件我才知道 一般手卡我們這樣看 像你們也是這樣就看了啊 是 那原來乃哥的老話很嚴重 可是他不喜歡人家知道 這樣的事情 沒有 我這樣講目的是 大家聽到了以後以後 多體諒他一點 然後這... 以後來就... 你給我們惹麻 你在我們節目講 然後... 然後那段就... 那個單元是最後一段才錄 已經晚上10點多 然後收卡給他 他一看到 他就破口大罵 我想說該不會是 題目出不好吧 因為當中確實有幾題 我是覺得有點不符合他的處性 因為有一題是說 請問周遊列國人稱自身先師 是一 孔子 二 孔鏘 那這種題目給憲哥的話 憲哥會說 見鬼啦 好好笑喔 他們高興 可是乃哥會生氣 他們覺得幼稚 第二週小飛就學乖了嘛 自答很大 對 就把... 本來是一張字卡裡面有五題 這樣變成一張字卡裡面 就放兩題就好了 對 就用A4的大小 真的 別鬧字卡然後那麼大 真的...做成A4的大小 A4還是第三週我事情 第二週還是首卡 但是字變大了 第三週就變成... 本來是首卡 變成一本的 對啊 變一本這樣 主持人看到字變大 不是應該就知道 他講的話有發揮效果 你們有改進 有改進了 可是因為他還是看不到啊 變成A4大小的時候 所以A4只是很大 問題的一個致命上是說 裡面的字卡是很小的 沒有 小飛也有病啊 所以你是故意要諷刺他是不是 對啊 他拿那麼大一張紙 對啊 很羞辱他吧 然後乃哥終於忍不住人了 那時候小飛蹲在那個景片那邊 在盯東西 扣扣在那邊盯 然後乃哥在前面 我在跟他裏內容 然後乃哥開始發飆 這個字誰拿的 還是那麼小 就開始罵了 因為是小飛弄的嘛 小飛終於忍不住 我已經受了三個禮拜的窄囊器了 就邊盯邊弄 窄囊的 怎樣 乃哥還說我要24的卡 乃哥被他整個氣勢震懾 對 背好是這樣 背好是怎樣 你們在蓋的嗎 這個要盯起來的乃哥 乃哥動手都有可能 對啊 他要知道乃哥一個經典故事 乃哥打過製作人 對啊 他那時候就發明一個單元 你還找那個大陸雜記的人 內地雜記團 然後不是說鄧鋼嗎 盪子不上面一直滾...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安排藝人 安排藝人坐在鋼子裡面 這樣蹲來蹲去 藝人好可怕 他覺得這樣很好玩 那乃哥也覺得不錯 可是那一天因為下雨 那下雨的話會有風險嗎 因為鄧鋼會腳一滑怎麼辦 對 真的很危險 那乃哥就是堅持說這不要錄 那製作人就堅持說 這不錄不行啊 那沒得播啊 寧可不要播 都不要發生人命 不要危險 然後那製作人就說不行 一定要錄 就很強硬 乃哥說不錄 一定要錄 他說不錄 一定要錄 這兩個都槓起來了 然後那製作人就罵了一句三字經 結果就說 意思是說乃哥很難搞這樣子 那乃哥聽到三字經以後 來 你過來... 那製作人還咳皮下臉說 過來就過來 怎麼樣 然後乃哥 砰 你吃話怎麼聽 這個很好耶 所以製作人不知道他會... 他沒想到乃哥真的會動手 所以製作人應該沒有還手吧 沒有還手 就被打 那我為什麼知道這段事情呢 因為當時我跟這個製作人是室友 我們分出一個房子 室友 也有這麼信的時候啦 對 主持人曾經經過那個以後 他就不敢對小飛再有什麼 太強烈的反應 今天聽完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感 好像是那個手卡事件以後 整個弄完 那錄完... 主持人一般錄完影之後會發大標嘛 錄完影後他說玉琳你過來 我想說糟糕喔 他是不是要針對小飛 剛剛嗆他要去行 教訓 結果他異常的這個謙卑 她就說玉琳啊 剛剛錄影的時候 他怎麼搞的 是不是有 你們真的把他整很慘耶 你們... 很想要考Black就很害怕對不對 所以來個不知老華也還重聽啊 對 對